我现在继续讲这个平衡恩典和律法 这里讲到两种人 一种人他去深深地相信神的恩典 而且知道罪的破坏性 我想说成熟的基督徒是怎么样呢 有恩典也有律法 所以我说去平衡恩典和律法 不但是有恩典 这一点很重要 就是说一方面他去在神的恩典之中 但同时他知道罪的破坏性 所以他会留意 留意不要去犯罪 不要发怒 不要骂人 不要伤害人 不要放弃 不要失望 这是总是正面的相信神的恩典 但同时他尊重神的 做神吩咐的事情的 这个是健康的基督徒 平衡恩典和律法 但是有恩典没有律法也是有问题的 但是相信神爱他 但他常常犯罪 常常骂人的话 他的生命也是破坏的 魔鬼会攻击的 然后右边是不悔改的人 对这两种人 我们使用恩典和律法是不同的 左边的 这个 这个人相信神的恩典 而且相信罪的破坏性的 他很小心的 这种人他需要 他生命中需要更多恩典 我们每个都需要 继续继续 继续需要恩典的 例如我 我每天都需要恩典 每天都相信神在爱我 神陪伴我 我每天都这样相信的 如果我 一天不相信 第二天不相信 不去祷告 不去想着神的爱 过一段时间 我再没有在这个恩典中生活了 我就再没有力量 所以就是怎么健康的人 也需要继续在神的恩典中的 所以这个神的恩典 还需在他生命中 是非常重要 还有律法的提醒 或者是警告 我有这个警告 应该这样说的 我有应该做什么 这个律法有两个功用 应该做什么 还有警告 这个应该做什么 在我里面是大的 我去 都是 常常看 我怎样祝福人 帮助人 怎样教导更好 都是律法 我都有这个 这个是大的 我现在没有画出来 上一次我可以画出来 但这个警告 在我里面是小的 为什么呢 我已经深深相信神的恩典 我本身有这个警告 但我不需要每天告诉自己 如果犯罪 神就惩罚我 如果犯罪 神就不祝福 我不需要每天这样提醒自己 所以在我里面这个警告 我不需要 我有这个警告 但这个警告 不需要每天去思想 常识的基督徒 你不需要每天告诉他 每天告诉他很多 你犯罪神就惩罚你的 例如我们讲到 这些基督徒 是成熟的 你就不需要 有些人去 差不多整片道 都去讲到 你要做什么 你要做什么 你没有做什么 神会惩罚你 你要悔改 你要 每天去传福音 你没有传福音 你就是不忠心 这样的话 大部分的教导都去律法 也是警告 很多警告 但其实 对成熟的基督 我会这样说的 我会说 今天我们去爱人 关心人 神就很喜悦了 你今天去讲到 帮助人的灵命 神就很喜悦了 所以你做的 神都很喜悦 这样的话 这个人就有动力去侍奉神 你不用警告他 你不预备 你的信息 神就惩罚你 你不需要更多的 警告他 因为他已经知道 神的恩典 我跟从神必定蒙福 所以他很乐意地尊重神 所以在他心中 恩典是大的 而且这个尊重是大的 尊重的话 我会用绿色 绿色就好像 绿色就是 好像花草树木长大 基督徒长大 用绿色 所以基督徒是应该 有恩典 然后也尊重 但这个警告 就可以少了 但对于不悔改的人 这个人 常常犯罪 常常骂人 常常 地尘不开心的话 他就需要 神的律法警告了 就告诉他 但你用的方法 也不用很强烈的 不是很强烈的律法 但是让他知道 律法不需要 必定是用 很强烈的话 可以这样说的 你想一想 你常常担心忧虑 对你有好处吗 对你生命有没有破坏 我现在是讲到 这个破坏性 是一种警告 但我不是用一种 骂人的方法 我不是说 你们常常担心忧虑 你们有没有用 没有用 这样的话 这是比较强烈的 所以我 之前曾经讲到 有何的说律法的话 有何的说 第一层你觉得 对你生命有没有破坏 或者是你 说话的方法 你觉得对 是成就神的计划 还是你说话的方法 会破坏神的计划 你这样对人说话 你觉得后果是怎么样 这个就是用 用律法 引导 有何的律法引导他 但这个人 还是需要很多恩典 犯罪很多人 你还是告诉他 神很爱你 很神祝福你 神要提升你 对孩子也是这样 神要祝福你的 你这样长大 会成为一个伟大的人 你是宝贵 是重要的 这个就是恩典 但这个人 是需要更多警告 到后来他悔改了 这个警告就可以减少 但如果这个人 还是多次的犯罪 还是需要 继续的有警告 告诉他 你继续犯罪的话 后果是严重的 对你生命有迫害的 很行 很行 好的 如果是对律法 推动的话 但是律法推动 后果是怎么样了 后果是 在压力之下 容易批判别人 批判自己 有内疚和失败感 因为圆不完美 其实被律法推动 都会常说 这个世界不好 教会也不好 这么多问题 怎么办呢 因为他去被律法推动 就好像总是看到人都不好 他会这么放凉 怎么办呢 但有恩典会怎么说呢 虽然我们软弱 但我们悔改 依靠神 亲近神 相信神 喜欢我们 尊重神的地方 神必定祝福的 这个就恩典了 总有盼望 今天我们祷告 求悔改 相信神的恩典 神必定提升我们 我们就马上有力量 所以 我们不是被律法推动 但我用律法知道 这会有问题 我看到人的软弱 但我会用恩典 鼓励他们 我也会用律法 用律法是怎么样呢 你想一想 你们与神的关系 如果是很冷淡的 不冷不热的 就会怎样影响你的生命呢 你的生命是不是蒙福了 这会怎样影响 你的侍奉呢 影响这个教会呢 但如果我们信靠神 亲近神 神就祝福了 所以每一次我讲到 应该做什么 我都马上有恩典的 而且我用这个方法 当我们依靠神 用这个当 不是你要 或者是你必定要 我通常会说 你依靠神 当你依靠神 神就喜悦 就祝福你了 你亲近神 神就祝福你了 好了 被律法推动的 事奉或者是生命 就不能喜乐生活 或者是事奉 其实你看一看 你事奉的时候 是很喜乐的 还是很多单词 哎呀 这些人不改变啊 哎呀 他们不奉献啊 他们不爱主啊 教会没有增长啊 如果是常常这样的话 你就很疲倦的 是不是 这样事奉很疲倦的 因为这个是律法 总是看到 我们做到什么程度 没有看到神的恩典 那你说 这会的确是这样啊 很软磨 怎么办呢 我们就需要 每一天告诉人 你亲亲身身 他喜悦了 你再美主 神的喜悦 你真从神 神的喜悦了 我们可不可以开始这样啊 神是掌管一切的 当祂喜悦你 祂必定祝福你 好不好啊 这样的话 人就会说 好啊 我要跟从神的路 我真从神 神就喜悦 他们就更有动力 真从神 你发觉 你听我的道的时候 会不会给你一些 更多的盼望 就是说 我可以改善的 我怎样进步 神都喜悦的 我们现 必定 自己 满有恩典 才能够 长出恩典的话 这一点 我希望你放在记忆里 如果我们里面 是充满律法 没有恩典的话 我们不能长出恩典的话 为什么有些人 开口就骂人呢 因为他里面就是愤怒 就是怒气 都是负面的东西 都没有恩典 所以他开口就去 就去律法 就去骂人 好了 被神的恩典 推动是怎么样呢 有健康的动力 去爱主 有健康的动力 我有动力 我有动力 动力来到这里 训练 我有动力去 做很多教导 我有动力去 写我的教导 有健康的动力 但这个动力 不是有压力的 是很轻松的 是开心的 不去被大压力 之下压住 所以我侍奉神 第二 我欣赏 和接纳自己和别人 我自己做的 我会接纳 感谢主 虽然有做的 不够好的地方 不要紧 赛季 更好 这样的话 我就会 欣赏 自己做了 也欣赏别人 感谢你 跟我一起来这里 感谢主 感谢你 你这样 尾声 这样尾声 非常重要 这个欣赏 就觉得 没有 魏老师 我们这个师父 不会存在 这里 这里不会存在 感谢主 哈利路 这样的话 我就欣赏人了 没有你们 这个师父 也不能进步了 感谢主 也接纳 这些人做得不够好 不要紧 就是说 就是留意到 我们就改善就可以了 第三 活在世界的平安 即使 有些人做得不够好 悔改就清神了 求生生命就清神了 当然 对于人的 我们所做的 所说的 都要小心 为什么呢 对人做的 做得不好 他不容易 要输你的 除非他很成熟 也破坏关系 令他伤心 所以我们就说 我们知道 我们悔改 神必定生命 但我们要小心 犯罪必有破坏性的 然后第四 欣赏人和欣赏自己 想建立自己 和别人信神的欣赏 很想建立每个人 相信神都欣赏我们的 而且在喜乐中 生活和随风 整天都是喜乐 都是平安的 轻轻松松 开开心心的 哈利路亚 好了 那我们需要避免 说一些律法的话 但是律法 这些话 有些时候是 但是律法的 有些人说 你要祷告 否则你不会得到祝福了 这个但是讲到 你要做什么 你不做 就有什么后果 但我们可以 右边的 怎样说呢 神为你预备 奇妙的计划 你祷告 神就祝福你了 神已经有很多恩典 神赐给你的 当你尊重神 这个恩典就临到你身上了 这样的话 就会 这个人就有鼓励了 他就知道 神在预备 这个奇妙的计划 所以他就祷告的时候 神就有预备了 这一点很重要 很多人就是以为 神不会帮助你 圣经说 神为爱的人预备 去眼睛会成看见的恩典 这是说 你爱神 神必定提升你的生命 你越爱神 你越尊重神 神的祝福就 越多临到你身上 很多人 为什么很多困难痛苦呢 因为他们与神的关系 很疏远 也容易发露 所以他们看到 他们的生命 都是很多破坏 好了 第二 要避免说什么话 你要顺从神 否则神要惩罚你 就是说 你要做什么 或者是 你没有做 神都要惩罚你 或但是说 顺从神 有些人但是说 你们要顺从神 可能你们都听过这些道 你们要顺从神 悔改 侍奉神 传福音 建立人的灵命 爱人 爱人 帮助人 你要每天这样做 每天祷告 每天有力量 都是讲 你要做什么 你要做什么 从头到尾 这样的讲道 是不是听过很多 都是要做 要做 要做 但你就说 我没有力量 但可以 他可以怎样说了 你每一次祷告 神就很喜悦 他就给你力量了 是不是 这样就不同了 神知道你的需要的 他必定陪伴你的 你做工必有果哨 因为神陪伴你 就有果哨 有恩典就有果哨 是不是 当你知道 当我说 这个诈导 其实这个诈导 不是我的 是神的 但我奇怪 为什么很多人 都是不是在这个恩典中 很多律法 为什么呢 因为人从小 就去律法 都是你要做什么 你要做什么 信要受 诈导 还是你要悔改 你要尊重神 你要传福音 你要做什么 你要做什么 你要奉献 你要做什么 都是你要你要 所以慢慢的 他都 脑袋里 都是你要 你要 你要 所以他说话 也是你要 但我怎样改变 这是因为 我看中神的恩典 我看中神的恩典 我是常常用神的恩典 鼓励我的 所以我就有力量 有喜乐 有平安 我很多教导 是从神来的 去看圣经 圣经很多恩典的 好的 那我们怎样 帮助人 帮助人 去尊重神 尊重神 神弃了力量 首先是 这个恩典 不但去赏赐 其实恩典 是从头到尾 创始成终的 神带领我们新主 改变我们生命 赐给我们力量 赐给我们动力 赐给我们平安 赐给我们恩赐 平安 机会去施工神 然后赐给我们同工 然后我们做的时候 神就很喜悦 就赏去我们 从头到尾 都是神的帮助 我希望你记得 神的恩典 不但是赏赐 从头到尾 我会这样改变 是因为有神的恩典 他改变我 所以神就吃了力量 神为你预备 都说出神做了什么 所以你会赐赐神 我会这样鼓励人的 鼓励他们赐赐神 我会这样说的 你在里面 是不是有一种声音 叫你去传福音 有一种声音 叫你去更爱神 更帮助周围的人 是不是 这个从哪里来的 神来的 所以神是帮助你的 当你回应神的感动的时候 神就喜悦 祝福你了 所以我是讲到 神已经在你里面动工了 我们立志行事 都是神在我们心里运行 为要成就他的美意 腓立比书二章十三节 因为你们立志行事 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 为要成就他的美意 你能够立志 今天早上来到这里 立志服侍神 是神感动你 然后行出来 是神感动你 但很多人就是 没有想到这一点 所以看到很多经文 都是看到要做什么 没有看到同时有恩典在那里 所以他们都是很多律法 而且就很多重大的 我就告诉他们 神给你力量尊重神 你每一次尊重神 神就赏赐你 神也与你同在 赐给你动力 也带领你怎样 服侍神 好了 第三 避免说这句话 但是说你要爱神 我们可以说了 当你爱神的时候 神就为你预备 人心未曾想到的恩典了 首先神先爱你 然后你爱神的话 神就回应你了 神就祝福你 神知道谁真的爱他的 你的心里 有没有爱神的心 神知道的 我们越爱主 神越看到 神越喜悦 神越祝福 这样是不是很轻松 我真心的爱神 神是我的生命 是我的一切 神就在笑了 他喜乐而欢呼 他很开心的 他必定回应的 所以我就开心的服侍神 哈利路亚 感谢天父 好了 第四 你要传福 和释奉神 否则就是 嫌懒 不借果子 这个就是 你要做什么 你要传道 否则你是懒惰了 不借果子了 但我们说 是神推动我们 我们里面有一种动力 要侍奉神 这是神给我们的 我们就说 神啊 感谢你感动我 感谢你带领我 当我们侍奉神的时候 神就尊重我们 神就祝福我们 就赏赐我们 所以我们就 尽量用这个 恩典的话 鼓励人去尊重神 好了 我们也避免 批判人 因为很多 吩咐人做什么 另外是批判 批判更不好 例如这里说 你做错了 你破坏你的生命 你没有盼望了 这个就是 就是用 这个 就是批判 你做错了 然后我不能容忍你 你的行为 我不喜欢你 你学得太慢了 你难以改变的 你难以提升的 这些是批判人 也是贬低人 是说你这个人 没有用的 那我们应该 可能说了 神很想赏免你 虽然你犯了罪了 做错什么 不要紧 神赏免你 你想不想悔改 憎恨罪 顺从神 我讲到悔改 我通常都会说 憎恨罪 为什么很多人 继续犯罪 因为他不觉得 骂人是有问题 他不觉得 骂人有破坏生命 他不觉得 有淫念 有破坏生命 所以我们要 憎恨骂人 这个罪 憎恨 发露 这个罪 憎恨 淫念 这个罪 然后我们知道 罪的破坏性 我就尊重神 我也知道 神会祝福了 这个是 恩典的推动 然后第二点 神想祝福你的 你想不想 让神塑造你的生命 所以说 你做的不好 不要紧 神很想建造你的生命 叫你 生命更大的提升的 你想不想了 这个是用恩典 不是说你没有用的 你破坏神的计划 你越来越没有用的 然后第三 我留意到你的进步 神在提升你 你可以继续进步 你再不停地进步 非常好 神欣赏你的 希望你们都留意到 律法的话和恩典的话的分别 律法的话有 总是吩咐人没有恩典 总是告诉人做什么 没有恩典 或者是批判人 这些都是律法 这样的话 人就不会得鼓励 但如果告诉他 神这样提升你 感动你 带领你 是神的工作 是非常奇妙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